来看到今天中国时报的投版消息 很多人都听过心好男人 但什么是心好女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教育部的国语词典 怎么样来定义的 它上面写着 心好女人应该以家庭为生活重心 爱慕先生 而且照顾子女 尽力的维系婚姻关系的生活 还有美满和谐 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太符合 现在女性的观念 而现在呢 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就质疑 心好女人如果是以妻职 或是母职为业 未婚或是没有小孩的人 难道就是心坏女人吗 现在教育部就坦诚说 的确啦 这个心好女人的定义不太合时宜 所以赶快在网页上补充了 这是民国80年代末期 对女孩子的称呼